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我是买了房子搬进去以后 还是有影响 还是从买房子的开始就有问题 不是进来住才开始吗 对啊 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通常我买这个房子之后就会搬进去 搬进去之后会惨 这个房子有什么风水上的问题 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当初买房子之后 为什么去买到刚好符合我 现在状况的房子 所以是买了那时候就已经在决定了 对那通常一般我们会发现就是 当他决定了以后 签了契约签下去之后 大概在四个月内 开始就会有影响 不一定是搬进来住 在当时在签下去之后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多的人 他买房子之后 像有的人他可能事业上开始遇到问题 健康遇到问题 然后财务上面遇到问题 结果后来都发现 跟他的房子风水上是完全不谋 无论和的心 很保护你的肆 对啦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可是你自己在运势低落的时候 又刚好要买房子 你怎么办 那你也盯得过去吗 是啊 我当下有人比较危险 阿姨比较危险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会变成 我常常跟观众朋友讲说 当自己本身的运势 再比较稍微低潮一点 我要去看房子的时候 第一个我比较建议就是 你看看你身边周边 有没有运势比较旺的朋友 其他跟你一起去看看啊 你会发现有时候 他们去的时候 他接这个房子 什么地方有问题 他觉得哪里哪里不好 其实有时候你就会错过 就是我们讲到一些 不好的那个状况 那会不会你就是因为很衰 所以你的那些运势比较好的 就一直没空 只有比较衰的人有空 也有空 对 越看越惨 但我是很好奇啊 因为你刚刚一讲说 你一开始没有那么相信风水嘛 那一定有什么事情 是让你改变这个想法的啊 就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 我有个就是我现在上班的 那个助理的先生 那他在八年前的时候 有给谢老师看过 之后谢老师有帮他们家 就是看完之后改了 就是改了运之后 我一直到就是 我一直看他那个就是 他有个变好 他的变好 非常之好 他现在是电子工程师 而且还是个主管 然后买了房子之后 现在又想要再买 再来动 然后哥哥也买了那种 三层的透天处的男子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 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吗 首先一般来说 刚刚的朋友会发现 就是说财运要顺 有时候门开的方向 就一定要这个要顺 你会发现 门现在开的方式 往这个墙壁这边过来 对 那刚好是完全跟我们的 这个沙发的位置 是挡住的 也就是说门这样开的时候 你坐在沙发上 完全看不到门后面是谁 看不到 门板是完全遮起来的 所以一般来说 观众朋友可能会注意到 就是说进门顺不顺畅 其实跟他的工作事业 财运顺不顺有关系 第二个 我们会考虑到说财运要顺 是不是不要有漏财的风水 对 那一定漏财啦 因为他门一打开 其实是有一点 是穿长的 对 首先第一个 你看那个地方是可以活动的窗 跟前门 也是正对的哦 所以这一面窗 应该照理说是不要开的 对不对 对 那一面 这一面窗 对啊 因为这个门就是对到这一面窗 对对 穿长的对 对啊 这个就是要整个这个打发在一起 盖长 才可以开的 对啦 这不要再开了啦 对啊 它是只有这一面可以开 没有那你也可以开啊 对 所以这一面就不能开 稍微遮起来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门大概有多宽 直线范围都不要穿出去 这个就是我们常提到的一个口袋理论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通常一进门会考虑到 它的名裁位 到底能不能聚裁 那你看 底门拉斜对脚 刚好又是开窗 好像有放小猪 还有放天元宝的去保存 是 哇 还有柴水耶 哇 对啊 其实有布局耶 还有葫芦耶 但是上面有用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般来说 会提到财运的部分 会提到说 门进来的鞋对角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个双背环抱 然后不要开门 不要开窗 这样滚进来的这个钱 不会直接从这边再滚出去 对啊 避免左手进 右手出 那这个当然基本上来说 它因为它这个是活动的窗 是 就会变成它有一点点 从左手进右手出 前台大概就是 但是差不多刚刚好 能用这样子 所以就进来之后 有觉得这种感觉吗 是吗 就是有 就是觉得好像 我很拼命赚 可是赚了就出去 赚了就出去 去哪里 就是会有 莫名其妙的那种 开销 会特别要付什么钱吗 很多啊 像保险啊 还有像我之前看病啊 然后我刚才讲 先生不是很稳 然后还有就是在 因为他是做旅游业 那之前就是 就是给人家 就是像是开旅行社的车子 那些啊 那这样前阵子 我就买了一台车 对 那我们就是一直在 就是 我每付 就是 可能要付完的房贷 你要付车贷 付了车贷 我又 我现在又要付车贷 好不容易的 然后一直讲给什么 想说要不然我们来换车 因为毕竟他要载客人 对不对 所以就又开出去啊 就是会一直这样 就对了 那先生 目前的工作状况是 还OK吗 现在才刚刚 正要起步 因为我刚刚有讲 我们才刚买一台新车 对哦 所以在这之前还没有 还没有自己 就是给人家请这样子 哦 所以现在等于要自己 创业自己做就对了 对对 这个 对 那我们希望说 老师帮我看一下 他什么 我先说 他自己 事业与财位很重要 对 首先第一个 财位如果是见空的时候呢 他刚才我们讲说 签台不容积聚 但是你会发现 他当然放了很多 这个招财的物品 比如说 他放了一些 类似金元宝啦 这个可能类似 这个招财的这个小猪啦 甚至他放了柴水 可是观众朋友记得 所谓的柴水柴水 水 既然讲到水 它就是金木 水 火土 会讲到五行 五行就一定会考虑到 方位的问题 那所以要记得 西方是属金 金是生水 所以当我把水 放在西方的时候 它为了要生它 所以地气就会泄掉 一般来说 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个财运上 就会变衰退 财运会衰退 地气会衰退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一般有跟观众朋友 介绍 正西方跟东北方 两个位置在2004年 一直到2023年这段时间 是属于破财 打破财的方位 最忌讳放什么 放水 哦 因为它 它把柴水放在这边 那其实柴水 你放这一年呢 我去年才放的 可是柴水一般来说 它现在刚刚放上正西 对不对 你看运势在飞的时候 它刚刚放在最差的位置 其实它只要反过来 放到东方去的时候 我们提到东方属木 水能生木 能够望地气 就会望运 这个第一个 那放对方位 才会真的摧残 我现在坐的位置 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 阳台的空间 没有阳台 对 已经阳台外推了 是 没有 我们这社区就没有 这社区就是这样 全部没有 整栋都这样 因为它这个梁在这里 所以好像也不算是 原本有阳台在这里 好开心 观众朋友 不知道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介绍过 当房子没有闲阳台 只有后阳台的时候 这个房子叫做 养老屋 是属于退休养老 搬进来住人 但是不行啊 因为现在跟上先生两个 还是必须要赚钱 要工作啊 其实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地方 它也有 目前有作为柜子 是做延伸的 那如果我们把沙发 稍微再推过去一点 把这边原本阳台的空间 做出来 给阳台 对 用地板 比如说我可能隔 类似合适的地板 或者是用这个 所谓的有颜色的地毯 那么用颜色跟高度 来做区隔 那么阳台空间就出来了 阳台空间一旦出来之后 事业工作 才会慢慢慢慢恢复 那特别要注意就是说 围起来的那个空间范围 下面要放36美的五地钱 提升家里的这个 所谓整体的运势 其实它把整个推过去之后 因为它阳台空间出来之后 它现在目前的 招台物品下方 本来我们介绍 招台物品的下方 最好有什么 有柜子 有时候进来的钱 才能够收起来 那这个地方 目前到时候一过去 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 财位自然就会又明显 又变得比较 那它那个财位上面有窗 窗过的部分其实对 基本上我当然建议 就第一个先把它遮起来 当然基本上 这个空间做出来 我刚才提到 这边就可以翻个硅子了 那当然我们一般来说 财因为尽量都是从 第一个一进来的时候 一考虑到真正聚财 是先以斜队脚为主 斜队脚位置没有的时候 有时候像这样见空的时候 才会考虑到另外一边 有没有其他辅助的这个财位 那所以一般来说 还是以现在的名财位为主 所以到时候如果那个空间移过来 自然就会加 对 你所有会招财的东西 都放在这边就对了 对 都把财财来 没有记住 在新鸟都把财财 刚刚我看到一只 是什么 招财神兽 招财 对啊 是真真麻 如果首先第一个不考虑到 它里面隐藏的东西的话 放中间是可以的 因为一般来说 朋友们它刚好是一个空间 那么它头不管 朝前面门口注意 还是朝窗户出去 都是朝外 坐进来 那它的这个尾巴 有没有发现 都是朝里头 金蛋都是下给家里头 但是你要让鸡能够稳的话 能够在家里生蛋的话 那首先要注意 它的这个底下 其实是暗藏全鸡的 招财神兽暗藏全鸡 看似招财 实则破财 财库失守 财水流光 投资不全 进程繁指标 以门口来看 门口最内侧 最内侧最小的房间 就是这个房间 那其实这些 应该是日本的财库 它的财库 这个代表 怎么财库守不住 你们有在做什么投资吗 就是人家如果会进行 像黄金存责 如果人家长对不对 对 我一买之后 它马上就 好 好